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这里最令人惊叹的还有数建在山顶的两座庙宇 据考究 这两座庙宇都建于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的明代 也是让小编吃惊不已 要知道武陵山脉的范进山金顶海拔整整有2336米 而且从金顶到地面的垂直距离也足足到了90多米 普通的游客想要攀登都要手脚并用 并且借助铁链和两边的石灯才能艰难攀登上去 可在距今500多年的明代 工人们竟然就能在如此险峻的金顶上建造庙宇 也不得不令小编诧异了 当然 也因为其险峻的位置如梦如幻的仙境 也让这两座明代庙宇一直闻名世界 至今几百年的历史过去了 依然香火鼎盛 看来世界美景奇观 不论艰难险峻 也无法阻止人类的攀登探索呢 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